周星驰指导的新片西游强谋片 自大年初一上映以来 截至昨日 迄今已逼近六亿 不光在票房上攻城拔债 该片的口碑也呈两极分化 虽然大多数观众力挺该片 但也有不少兴迷认为电影有失水准 还有人直指电影最后部分 有抄袭日本游戏阿修罗之怒的嫌疑 近日有影迷在游戏中 网上发出了日本游戏阿修罗之怒的动画片段 与西游片中的一部分场景极其相似 这段视频已被播放接近十万次 最高峰值有四千多名网友同时在线观看 昨日 华西赌事报记者采访了星爷助理陈先生 他说 我们也听到了观众说电影抄袭游戏的说法 但我本人不方便对此发表意见 还要留待周先生本人做出回应 他还表示 周星驰电影一贯会借鉴其他优秀影视作品的创意 这是他的风格 所以他应该不会理会网友们的争议 此外 之前西游的编剧卢正宇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结尾的那场戏 他个人认为这不是核心剧情 影片中出现的如来神掌 天残角等等都是鲜钢老片中的花样 好的东西都是可以拿来用的 大家印象中的唐松是不一样的 是一个很喜剧很喜剧的一个人 娱乐九九搜集分析